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政党则表示匈牙利从没有过 也不存在法治问题 本周四 议会将对决议作出表决 所有欧盟机构在欧盟内承担起实现和保持法治国家是直观重要的 在欧洲议会进行的法治国家状况问题讨论上 副主席威拉·尤鲁瓦 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言时这样说 她表示 委员会担忧地关注匈牙利的事态发展 欧洲议会在一年半前公布需要针对苏牙利裁定最严格的惩罚 也就是启动第七条狂制裁程序 政治家门齐里向调查报告的作者 荷兰绿党代表朱迪斯·萨根蒂尼鼓掌祝贺 程序一直被延迟启动 现在因左派的倡议而被再次列入日常议题之中 他们认为宗亚利的状况继续恶化了 在争论中 宗亚利左派代表们也发了言 民主联盟的莫尔·纳尔敲宝督促尽早对宗亚利进行处罚 执政党的欧洲议会代表在争论前表示 宗亚利左派的欧洲议会代表们正在努力尽可能地伤害自己的国家 宗亚利左派代表们使用灌场的方式 在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三部宗亚利的假新闻和谎言 试图获得欧洲支持移民群体的联盟支持 西德·维格·鲍拉尔此后在争论中表示 宗亚利与左翼自由派实力存在政治争论 这一争论有关欧洲的未来成员过的自主权利 纳民和保护欧洲基督教文化 李斯特·弗兰茨机场为廉价航班提供服务的 新后世事的第一阶段已经建成 取代了一直以来临时搭建的简易金属建筑 部长古拉什·盖尔·盖伊说 以前所提供的服务伤害了人的尊严 从布拉佩斯可以飞往近50个国家 130多个城市 李斯特·弗兰茨机场每天都有3万人的客流量 低成本的航空旅客机制 目前都是在被称为简易棚的后机棚内等待航班 需要走很长的路 而且棚内没有暖气洗手间 甚至足够的座位 从现在起从这里更文明的后机室内出发 冬季有供暖 夏天有冷气 还设有很多卫生间以及座位 早期的金属建筑已经被拆除 在该位置上将建立新的客运 预计夏季全面建成 布拉佩斯机场总裁说 将为乘客提供超过 11000平方米 舒适的等候区 还将开设餐饮区 宽敞且舒适 总理府部长说 新的客运后机厅是重要的发展 因为直接为止 为廉价航班乘客们提供的服务 伤害到了人的尊严 我们希望6月初 整个候机区建成时 无论乘坐廉价飞机 还是非廉价航班 所提供的候机服务 不会有显著差异 负责布拉佩斯发展的国务秘书说 这座建筑原本需要8年时间建成 但他们接下了机场私有化 所带来的不幸状况 根据鲍拉日福尔耶斯的说法 贝拉佩斯机场开始扩大 因此需要不断的发展 科哈尔米狩猎博物馆 位于肖普隆森林公园的 卡洛伊观景台附近 该博物馆主要针对儿童 通过电脑和显示器 引导和介绍展品 展品中还有各种各样的 可以触摸的物品 狩猎博物馆全年免费参观 民族艺术展览在扎拉埃格尔赛格开展 展示获得科舒特和蒙卡奇奖的 哈格尔利塔的纺织艺术作品 创作者使用天然材料 采用独特的编织技术 制作了以精神和神圣为题材的装饰品 名为寻找光明的展览 将持续至2月22日 地点在宫慈画廊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